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成人每天至少要睡满7-9个小时 但不止睡眠总长重要 睡眠品质也很重要 专家建议用深度睡眠时间来提升睡眠品质 那究竟如何才能够进入深眠呢? 什么是深度睡眠? 深度睡眠,deep sleep,又称生存睡眠 是睡眠周期的一部分 这时候大脑身体都陷入低度活动状态 深度睡眠时的心跳、呼吸、活动、脑坡都降到最低 身体专心分泌者生长荷尔蒙 修复组织与细胞并且帮助肌肉骨骼生长 深度睡眠也是最难叫醒的睡眠阶段 一般人很难从生眠中醒过来 如果你硬是要被叫醒了 通常整个脑袋都会昏昏沉沉的 一般来说 深度睡眠的时间越充足 醒来后越有精神 反之则会非常疲倦 深度睡眠时间不足 容易导致梦游、夜经症 这个夜经症就是半梦半醒的惊吓状态 还有夜使症、尿床等问题 那么深度睡眠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个,回复身体的能量 促进细胞在身 增加肌肉的血液供应 帮助身体组织骨骼的增长与修复 还有强化免疫系统 当我们进入深度睡眠 大脑内的葡萄糖 代谢会更旺盛 帮助我们建立短期长期记忆 促进白天学习的成效 深度睡眠是大脑处理 每日讯息的关键过程 深眠时间不足 白天吸收的资讯会很难进入记忆 这也是为什么睡眠品质不好 记性似乎会变差的原因之一 深度睡眠要多久才够呢? 深度睡眠多久才算够 科学上没有明确的评估指标 不过发育中的青少年或年轻人 可能需要更长的深度睡眠 来帮助身体生长修复 学龄孩童大约需要 20%到25%的生眠时间 成人则需要16%至20%的生眠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 缺乏生眠时间 并不一定代表有睡眠障碍 但深度睡眠确实较容易 创造有品质的睡眠经验 深度睡眠时间与年龄有关 年纪越大越难进入深眠 而且男性的减少幅度 比女性更明显 30岁以下的人 每晚平均能够享有 两小时的深度睡眠 65岁以上的人 每晚平均只有30分钟 能够进入深度睡眠 有些人甚至一整晚 完全没有深度睡眠 深度睡眠法 掌握三大原则 专家建议的八招 怎么做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呢 原则一 温度偏高时较容易进入深度睡眠 反之 如果手脚冰冷 则不容易生眠 所以可以考虑穿着袜子手套睡觉 原则二 低糖抗焦虑的食物 也能够帮助进入深度睡眠 原则三 睡眠充足 更容易创造深度睡眠的时间 这边整理出八个具体做法 第一 建立固定的睡眠周期 每天按时上床睡觉 按时起床 让身体自己习惯了睡觉时间 二 睡前泡热水澡 做简单的按摩 帮助身体放松 血液循环顺畅 三 听深度睡眠音乐入睡 比如双频节拍轻音乐 可以有效舒缓神经 四 建立睡前的特定仪式感 例如睡前简单阅读 提醒大脑准备睡觉了 五 睡觉前数小时避开咖啡烟酒等物质 多喝水 但睡前一小时不喝超过一杯水 以免夜尿 六 白天充分运动 每天至少运动20到30分钟 但睡前不要健身或做剧烈运动 七 降低寝室的噪音和光线干扰 避免把电脑电视音响放在房间里 或睡前一定要全部关掉 八 严格挑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和床垫 它们是影响睡眠品质的重大关键 那睡不着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长期有睡眠困扰的人 睡不着的时候 切记不要一直躺在床上 任凭自己翻来覆去 因为一接触床就失眠 代表大脑启动了制约学习机制 床已经不是放松的环境 而是引发焦虑感的环境 躺在床上越久 越容易使大脑清醒 此时可以起身做点事情 让自己远离床铺 困倦时再回去睡 要是前面几招都帮不了你 你很可能需要生理相关的评估 请赶快去预约睡眠门证 咨询专业的意思了